真的 都在做筆記 希望李教授說的 你能夠全部吸收 我們現在再一次歡迎李教授 謝謝 秘書長 各位先請大家早安 好 真的非常早 我剛才跟秘書講說 我當老師以來 第一次七點半上課 現在的學生八點鐘上課 大概都起不來 然後三三兩兩很多 所以現在學校的課 大概都從九點開始 大概很少從八點就開始 好 那今天其實說實在的 我是教學家 通常是企業的會計還有審計 那上上禮拜 我在會計師公會講課的時候 我們張教授 張議長 他有跟我講說 可不可以來跟我們講一些 相關的課題 最好是跟政府有關係的 那我說我是教企業方面的 這個會計審計方面 他講政府的我好像不太 不太能夠講 那他說那你 你看可能講一個相關的 那在民國98年 我就想起來在民國98年的時候 政府在推動這個內部控制 那他們有帶我 就邀我去當一些參與 政府這個內部控制的這個 制度建立的一個參與者 然後也叫我提出一些意見 那我想說好吧 那既然跟政府有關係 我就把我這方面的了解 跟大家報告一下 所以說我大概今天 大概就跟各位談一下 內部控制 然後順帶的提到 我的了解 政府現在目前在推動內部控制 他相關的問題 那因為內部控制 他如果你的背景 那不是修會計的會計 你可能對內部控制不是很了解 所以說我 我盡量的用簡單的話 來跟各位談這個問題 那各位如果有任何問題 我想可以隨時打斷我 然後提出你們的看法都OK 那我今天大概 那我今天大概 不能動這樣 不好意思 沒有開是不是 沒開了嗎 沒有開 是這裡上下頁 是這裡上下頁 開了 OK 好 謝謝 我大概跟各位談一下 內部控制的一些基本的意義 其實我覺得內部控制 不只企業 甚至於包括到大到政府 或是個人 我覺得對內部控制的概念 是非常非常重要 主要就是說 如何來確保你所要 你原來的目標 能夠被達成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目標 就像我們這個組織一樣 有自己的目標 那我們怎麼樣去確保這個目標 能夠達成 這樣的一個過程 管理的過程 其實就是內部控制 那 我會跟各位再談一下 就是說內部控制的目標是什麼 它有哪些目標 那我們要去達到目標怎麼做 又有一些要有一些要素 有一些重要的重點 五個層面 這個我們稱為 叫內部控制的五大要素 那可是呢 它有一個觀念 內部控制絕對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效 那主要是 它有一些先進上的限制 我們會跟各位帶一下 所以各位不要認為說 一個組織有內部控制 它就不會出現一些舞弊 不會出現一些錯誤 不見得 它仍然有它的限制 那最後我會跟各位 其實我這個部分 我會參差在這裡面 我不會單獨在這個地方再講 所以說我大概會跟各位介紹 前面這幾個重點 那政府內部控制 老實這樣我個人認為 我常常認為政府在內部控制上面 是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 那我先跟各位談一下 為什麼我認為政府 它會先天不足 我不曉得各位知道 在我們稱為叫代理問題 我們在學理上稱為叫代理問題 我舉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 譬如說 你現在經營一家企業 你是百分之百的出資人 就是你是獨資的 那你當然就當總經理 當董事長 現在我問過一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你要做一個決策 譬如說我要買一部車 公務車給董事長使用 或總經理使用 你自己會買什麼車 如果你是一個企業 這個錢都是你出的 獨資或合夥 你會買什麼車 然後把情境 同樣的決策 換一個角度 如果今天你是一家上市上規公司 你擁有的股權只有百分之五 你現在要幫 你是當董事長跟總經理 你現在同樣的決策 我要買公務車 給總經理或董事長做 你會買什麼車 同樣的一件事 只是因為 這個公司的資本 全部是你出的 一部分 你出一部分 一部分 這個決策你會不一樣嗎 會不會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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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沒錯 各位知道 如果這個企業 百分之百是我出的錢 他會覺得這個企業 花任何一毛錢 就像花我自己的錢一樣 他會非常的愛喜 對不對 可是當你是一個 這個股權 大部分都是別人的 我只是擁有少部分股權的時候 你覺得幫公司花一塊錢 這個錢是花在我身上的 比如說公務車是我在做對不對 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車子 我就花每一筆錢 你就不會那麼愛惜 花別人的錢 好 剛才有人說 把我們小孩死不掉 好 這個就是什麼 代理問題 各位聽懂意思沒有 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你會不一樣喔 好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 這是人性 這真的是人性 我常常講說 像我們學校 大學生 我們以前廁所都會準備衛生紙 知道嗎 然後就擺在這個廁所的裡面 就是一間一間裡面 可是學校就發現 常常怎麼樣 衛生紙很快就沒有了 很快就沒有 他不是拿走喔 很快就沒有了 那 學校當然想說 這可能是學生不愛秀 所以呢 把這個衛生紙就擺在 一間一間廁所外面 還是一樣 我們常常就看到學生怎麼用衛生紙 嗯 有種捲筒式的嘛 手洗洗的 就知道 怎麼拉 我常常又撞不到說 不然你是在生氣喔 各位想想看 這種人 這種學生 如果他家裡用衛生紙 他會這樣做嗎 他不會 那你知道為什麼有這種心態 那不是我出錢的 對不對 他就不用愛秀 我為什麼要跟各位講這個故事 其實我們現在上市上櫃公司 就有這種問題 我說幾個案例給各位聽喔 我們那個陳友好 各位知道嗎 現在跑到大陸去 說要是繳稅大戶 繳稅大戶嘛 各位知道 以前在東地市建設的時候 我要我看上一塊地 要買買來蓋房子對不對 他跟地主談好囉 然後他會找一個人頭去買 譬如說本來30億嘛對不對 他就真的30億買 然後沒有多久 東地市在像這個人頭再加個幾十億再買 把他買回來 各位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個架差誰賺走了 是他自己的口袋 是他自己的口袋 可是所有出的錢 就是這家公司 東地市的公司整個怎麼樣 所有股東去出這個錢 其實這個一轉 可能幾十億上百億就進來了 各位知道華龍案 最近他倒閉了嘛 華龍案之前有發生華龍 那個我們叫國華人壽的弊案 那個都上百億 就這樣一轉手 口袋就跑到自己 我們的王宥貞都是一樣 立霸集團 整個都是這樣子 這個叫什麼 就是我們所稱的代理問題 那各位 我為什麼要跟各位扯上這個 各位想想看哪一種組織 他的決策者有影響到決策的人 他對這個組織沒有擁有 任何的所有權 哪一種組織 哪一種組織 對其中組織 我跟各位講 就是建護 也就是說 我在這裡跟各位講 就是說政府機構 是代理問題最嚴重的組織 代理問題越嚴重的組織 他就會越沒有效率 越沒有效果 各位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所以經濟學家 他們有一個觀念 民間能夠做的事情 政府不要去做 政府只做民間不想不會做的事情 才由政府來做 否則如果政府插到 最後都怎麼樣 沒有效率沒有效果 老實講 台灣現在的狀況 各位大家都說財政很困難對不對 但是你去 如果你深入去了解 政府單位是非常非常浪費的 非常非常浪費 我其實也在那個主計人員訓練中心 在那個烏來那個烏圖庫那邊 他們那個訓練 我常常有去上 因為我是會計的 主計就是 政府的會計就是主計 我常常跟他們聊這件事情 我說你們在編預算的時候 你們在編預算的時候 你們是真的站在政府要好好的 愛惜愛護我們這個納稅人的 所繳的稅金 還是你要爭取你這個單位裡面的最大的預算 最大的錢 他們其實一口同聲都說 我要怎麼樣 爭取我們這個單位最大的預算 那你花不完怎麼辦 各位絕對可以看到 政府到會計年度的末了 通常會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 消化預算 所以政府我常在跟各位講一件事 我不相信政治人物 但是政治人物如果能夠把他在執政的過程當中 預算能夠控制到說不要去舉債 我跟你說這些政治人物就很有用心 就很有用心 所以各位我為什麼說政府會先天不良 他就是這一點是先天不良的問題 所以政府這些人 他為什麼不會去講求效率 不會去講求效果 這個是最最大大的原因 因為他先天不良 對不對 所以一個先進的國家 老實講真的 你一定要幫這個政府 把他的制度設計得很好 讓不管誰來執政 他都按照這個制度來執行 老實講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那很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整個政府的組織 還有一些制度的設計 其實並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這個程度還做不到 我剛才講一件事情 台灣的政局很亂 老實講真的 你看我們那個 我老實講真的 我就覺得說 台灣的像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總統制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五權分立 我覺得那個是笑話 你看我們的考試院 監察院 你覺得沒有他政府能不能運作 根本就沒有 他們根本就沒有意義 可是我們就要花好多錢在上面 對不對 你看總統有權沒有責 他躲在後面 出事情說 就行政院 你們這人要負責 可是正在決策者是他 對不對 所以我老實講真的 我覺得總統制在台灣根本不適合 根本就不適合 要回歸到什麼 人家先進民主國家 三權分立 而且是什麼 內閣制 我覺得應該是要走這一條 我個人就認為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老實講真的 台灣整個的制度設計 很多法令的設計 其實到處都有問題 包括我們會計裡面 我們最近也是為了一個商業會計法 我們在修訂 我們花了很多的努力 希望商業會計法做一些修正 但是到了立法院 修出來的東西就是走樣了 其實後面都是隱藏的大量的權力 的一個怎麼說 角力 對 講得好 權力的角力 他根本沒有站在整個國家的立場 所以說老實講真的 我們現在台灣的整個 一開始我就說他為什麼先天不良 那這種先天不良呢 就造成說 他將來對這個內部控制 他就不太會注重 不太會注重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呢 他會綁到自己 如果他想要做一些 他想要有大的權力 他有時候內部控制 對他講會有一種限制 所以說我常常講說 政府先天不良 那後天又失調 後天失調就會講到說 我們這個制度在建立內部控制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的 很多的地方被忽視掉了 大概 等一下我們來跟各位講這個 各位比較清楚 好 那我現在跟各位談一下這個 先跟各位談一下 內部控制到底是什麼 其實各位 內部控制個人也是這樣 一定要有這種概念 你做事情才會比較有效率 能夠比較達到你的目標 好 那什麼叫內部控制呢 就是說 這個組織 為了能夠 要確保 他這個組織的目標 能夠達成 他的目標 不管是什麼目標 他的目標呢 能夠達成的話 那麼他是有 有什麼 有這個組織的 治理單位 比如說領導階層 管理階層 治理階層 有點類似監督的 治理的階層 管理的階層 還有其他所有的 這個組織的人員 執行跟維持 跟管理的一個過程 它是一個管理的過程 這個管理的過程呢 是要確保 這個組織的目標 能夠達成 這個聽起來有點抽象 簡單的講就是 我為了要確保 我的目標 能夠達成所做的 一個管理的程序 好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內部控制 目標要先定出來 要很清楚 其實我覺得 老實講我上個禮拜 就來上過一次 我進來真的嚇一跳 今天我比較沒有被嚇到 為什麼 因為上個禮拜就知道 上個情況怎麼樣 我從來沒有上過 這麼大的教室 後面的人 其實我都看不太清楚 而且進來以後 你可以看得到 我就可以感受到什麼 那個氛圍 大家那個 好像認同感很夠 我覺得就是這樣 它就一個共同的一個目標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怎麼樣 一個組織的核心 這組織目標大家都很清楚 那很多事情就很容易協調 如果大家這個組織目標 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樣 那這個組織要成 要能夠成功的機率 其實不太可能 那當然有目標 不見得代表能夠達成 那你這個具體的手段是什麼 你要有一些具體的手段 那這個呢 這些過程呢 確保這個目標達成的過程 就是內部控制 像各位了解嗎 那我們問過一個問題 這個要一個組織的目的有什麼 組織有什麼 好我們來看一下 都有點亂麻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對一個企業也好 一個組織也好 一個組織也好 任何政府也好 它的目標 在內部控制來講 它大概有三個 有三個 第一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它確保這個組織 它一定會對外一些報道 有一些厲害關係的人 比如說各位 會將來參與這個組織以後 你就是這個組織的厲害關係人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在各方面 你會支持支援這個組織 所以這個組織對你來講 就有什麼 就有義務 要告訴你這個組織的狀態 所以它必須要對報導 要報導 就像各位 各位知道我們那個 各位如果有買股票 有買股票 你就會發現這些公司 它會主動的怎麼樣 把報表給公告了對不對 你可以上網 你可以到這個股市觀測站 可以下載這個公司的 相關的財務資訊 為什麼 它有義務跟你報告 因為你出了錢嘛 它就有義務要跟你報告 可是老實講真的 因為剛才講的代理問題 這些公司呢 它會有 你可能會擔心 它這些財務報告裡面有問題 就像各位你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那個南港 南港輪胎 那個就收回扣了 其實收回扣是傷害到誰啊 傷害到公司的股東 傷害到社會大眾 所以這個罪都很重 為什麼 它都是傷害到公共利益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這個罪都會很重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組織會有 它有義務要報導 所以我們的內部控制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希望 這個企業在報導 或這個組在報導的時候 像政府也一樣啊 它要把財務報表 定時的公告給我們 各位可以去上網去看 政府的財務報表 因為稅是我們腳的 它有義務要跟我們報導 好 那這個呢 可是報導過程當中 很容易有問題 所以呢 我的內部控制就是要確保怎麼樣 在這個報導的資訊裡面 它比較不會有錯誤跟舞弊 所以這個是 內部控制的主要目的 我們會計 比較注重的就是這一塊 比較注重這一塊 但是呢 我的了解是這樣 其實內部控制的目標 不是只有這個 可是在很多 比如說在 專業的訓練上面 好像我的了解 只有會計 比較會去談內部控制問題 其他的科系不會 所以呢 長久以來 長久以來 大家有一個錯誤的觀念是什麼 內部控制是會計的證證 其實不是 會計不僅僅是會計的責任喔 內部控制 不僅僅是會計的責任 是全公司的責任 等一下我也提到說 政府在內部控制 在建立的過程當中 老實講 他就犯了這個嚴重的錯誤 導致於現在推動的那個內部控制 它的方向是偏的 而且做不來 沒有辦法做好 等一下我跟各位講這個概念 其實政府那個高層 領導階層 他沒這個概念 他觀念錯掉了 就導致於內部控制就失焦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講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第一個目標就是 確保我們的報導過程 能夠可靠 那政府的報導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對外 它有對內 比如說下級單位 要把這個資訊 向上級單位報告 那這個就是什麼東西呢 也是一個報導涵蓋的內容裡面 好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再 有空再跟各位講 第二個是什麼 一個組織要能夠成功 它在整個運作過程當中 要非常有效率 而且它的做 它的什麼 它的整個的運運過程當中 要非常有效果 好各位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你有跟政府單位接洽 各位覺得政府會不會很有效率 會不會很有效率 老實講真的 效率真的很差很差 你覺得它會不會有效果呢 我跟各位講 政府幾乎缺乏有關於這個決策做下去的效果是如何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很多的政客 錢花了以後 他任期到了拍拍屁股就走路了 沒有人會去接受他過去所做的 覺得到底是對還是錯 而且選民也不會去關心這件事情 不會 所以政府老實講真的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常常就造成整個政府的預算亂花 我常常在講一件事 各位想想看 就以台北市來講 其實我蠻反對的 前年各位辦那個花博 花一百多億耶 嗯 蛤 是 你可以想像辦一個花博花一百多億嗎 然後花完以後呢 什麼都沒有 又什麼都沒有 一點意義都沒有 一點意義都沒有 對不對 我以前就住在政大 政大附中重化區那裡 政大附中那裡 之前在蓋那個貓懶 我就很反對 我就想到一件事是什麼 我就住在那裡啊 我說貓懶貓空那邊 有那麼大的誘因讓大家坐懶車上去嗎 我覺得不會有 你要看你就開車上去啊 你坐懶車將來又是一個淺坑 花下去以後會怎麼樣 還是要我們墊這個穗金 現在果不其然了 剛蓋的時候大家做做試試 然後再叫他再做第二次就第三次 他不想為什麼 上去以後 你覺得能夠看什麼 對吧 牛肉麵呢 變成一罐二兩百五十塊 上面的商家就覺得 哇這是可以大撈一筆啊 牛肉麵一罐兩百五十塊 以前才七八十塊而已啊 那時候要收兩百 我說我上去都不消費了 但是你看看 現在的貓懶 一年要虧幾億 這種角色到底是對還錯呢 沒有人去追究喔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文子館 花的錢都是我們繳的稅金耶 可是他蓋了以後呢 有沒有人家去追究說 這個花下去錢是值得的 所以說你會發現 政府整個的體制裡面 缺乏一些內部控制 來追究什麼 這個東西 所以政治人物 老實講真的 我就花很多錢就跟你講 他做很多事喔 可是錢不夠的時候 他就去借 大家沒有去想說 他花這個錢 是花了我們 下一代的人的錢喔 因為他將來繳的稅金 到底要還什麼 還他們借來的本息 真正能夠用在 當他們下一代的 真正的建設就怎麼樣 就少了 我們這一代在揮霍 下一代的怎麼樣 的資源 老實講真的 各位如果你在選舉的時候 有看到這個政治人物 他之前的政績是 大量的在縮減政府的支出 然後讓赤字預算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老實講真的 這個政治人物了不起 了不起 他真的把我們的錢 當錢看 所以老實講真的 各位知道 我滿敬佩一個國家 西德 德國 德國今年開始 政府不用再舉債 人家總統是怎麼做的 梅克爾 我覺得很令人敬佩的一個總統 還要到菜市場去買菜 跟人家一起排隊買菜呢 他是總理的總統 德國的總理 他把國家的資源 當作自己的資源在管理 他不用再借錢了 這種國家很了不起 各位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他大可以大錢 大花很多錢 說這是我的政績 因為民眾不太會注意到 他錢從哪裡來 所以說老實講真的 政府在這一塊 是非常非常差勁 非常非常差勁 再來呢 相關法律的遵循 任何一個組織都一樣 他一定有一些法律的規範他 就像你是 我們之前出了很多食品 像什麼 比如說油 對不對 他是不是有一些食品的法規 食品安全的法規在約束他 可是很多公司 沒有遵守啊 大統就是其中之一啊 是不是這樣 我們在為了要確保這個環境保護 所以我們有一些排污水的一些規定 廢棄物的處理的規定 但是呢 這些東西會使得公司的成本 會組織的成本會增加 你看就有人不遵守啊 直接就排放啊 像之前的日月光就是啊 那政府也一樣 他有一些法需要遵守 所以說呢 他的內部控制裡面呢 就必須要什麼東西呢 有一些規定要來遵守 比如說像政府 政府採購很容易出事嘛 我想各位應該都知道 很容易探霧啊 為什麼 霧的是 反正也不是別人的錢 這是政府的錢 所以他不擔心 採購非常的沒有效率 老實講真的我在學校裡面 我常常開一個玩笑 我在當系主任的時候 要幫一個教室 裝一台冷氣 那學校說 我幫你裝 我幫你申請 然後就朝廠商來規劃 廠商來規劃 然後報的價格是多少 30萬喔 報的價格是30萬 而且是 不是很好的冷氣 我就很生氣喔 因為我剛裝那個 我也剛裝冷氣 因為我剛搬新家 也裝冷氣 我說我才剛裝冷氣 你們這種東西要30萬 我說你跟那個承辦講說 我不裝了 然後我私底下呢 最早廠商來裝 早班 而且同一個廠商 我問他說 你們怎麼會這樣子呢 他說沒辦法呀 我就知道他什麼原因 他說沒有辦法呀 後來我偷偷裝被發現了 知道嗎 我沒有遵守規定 後來那個承辦員 就說不可以 你們是私底下裝 他裝可以我不行啦 那當然這個 我當然沒有話講 因為這個 這個本來就是我私底下裝嘛 對不對 可是私底下裝 是我要自己出錢 知道嗎 這個學校不幫我出耶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校長說 我是為了要審學校的錢 我們禮拜六禮拜天要上課 你的中央空調沒有開 如果你幫我們禮拜六禮拜天 開中央空調 我們就不買冷氣 那你整棟都要開嘛 對不對 我說我是為了審學校的 預算 這個軍費 對不對 那我就自己裝 可是你幫我裝的時候 他花了三十萬 裝的冷氣又不是最好的 我裝的是日曆變頻 應該是國內最好的 我才花十萬塊錢 你給我裝三十萬塊錢 我說 我說我不要你出於毛錢 我們器上自己找錢來裝 然後他這個校長說 我不知道這個是啊 然後趕快就秘書 就趕快來找他 就協助怎麼安裝 後來連前學校也幫我出了 然後就十萬塊就裝起來 你知道這個過程中二十萬 跑到誰的口袋 我不曉得他下面怎麼分的啦 校長我不知道啦 那但是 我就覺得很離譜 非常非常離譜 任何的組織 其實只要公益學校都一樣 那個對學生的服務都怎麼樣 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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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就是我們之前跟各位講的 那個先天不足的問題 都先天不足 那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法規呢 我們需要去遵循它 那老實講真的 政府如果在金錢方面 跟主計有關係的 其實他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嚴格 就是說我採購法 他有一些規定 可是老實講真的 問題還是會出來 為什麼 那個規定是死的嗎 人怎麼樣 人為何他會做一些調整 他會鑽那個漏洞 但是基本上還是蠻嚴格的 嚴格到有時候都還有點僵化 都有點僵化 我上次來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這個出差 到南部去如果坐高鐵 那他只能坐什麼 一般的車廂 就是什麼保留座跟那個自由座可以 不准坐商務艙知道嗎 那以前我們一個長輩 就蠻出名的 會計界蠻出名的 然後他已經超過那個年紀很大 不是可以打折嗎 叫什麼老年 我也不曉得什麼票 然後呢他就去做商務艙 他覺得說商務艙打折又比那個保留座還便宜嘛 對他說這樣應該可以啊 結果他就去做商務艙 然後因為老人的關係 年紀大了嘛 又帶票 回來報的時候 會計人不讓他報 他說我們規定不可以做商務艙 所以呢 你不能報 可是問題是 他的價格比那個保留座還更便宜 他就不准他報 哇他火大了你知道嗎 這個因為他會計人員 然後他說我們叫出來會計人怎麼腦筋這麼死 真的就是這樣子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說你看我們前一陣子 像那個現在台北市長那個柯P 柯文哲 柯文哲 你知道他為什麼會跳出來 老實講真的 他為了一點點錢 政府在報仗的過程當中 他很多的規定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就必須要去找發票來怎麼樣 來把這個錢領出來 老實講真的那個錢都幾萬塊而已 你如果要補助給老師做研究的 我常常講說很簡單嘛 你就請這個老師具名簽了以後就拿走 他不是你不能買這個不能買那個 那你文具不能買什麼不能買 他要買什麼 然後錢又說你要給他 他只好去找發票怎麼樣 來墊這個東西 其實只有五萬塊錢左右而已 國家那個國科會給的補助喔 那個可以自由運用的雜誌 大概是五萬塊錢左右 你買設備費 那是另外的啦 但是那個雜誌只有一點點錢 你看連馬英九都這樣子啊 那個特別費 他去養什麼賣那個 去馬小九的錢都拿來報啊 他也這樣做啊 可是他沒事別人就有事 他有儀文嗎 儀文幫他去坐牢 老實講真的 他不知道嗎 他不知道嗎 所以老實講真的 這個在學術圈裡面是很常發 為什麼 你制度僵化 你給他的錢他又拿不出來 他只好拿那個發票去 而且他是拿來做研究用的 你說到底要怎麼去界定研究用 我買文具 他說學校給你文具 你不能買文具 那這個不能買那個不能 那怎麼辦 那你幹嘛給我補助呢 而且錢都不是很高 那你既然是要獎勵這個老師做研究 你就只說你簽名出來 你領走就好 就像市長的特別費 縣長的特別費 我也覺得這樣 你要補助他 你的薪水很少啊 知道嗎 各位那個縣市長的薪水都很低 那你就其實的制度 我給你補貼嘛 你要跑這個紅白酒就給你補貼 就領走就好了嘛 你還要說什麼跟政務有關係 那他拿不出來的政務有關係 就開始拿私人的發票來報囉 你給他就給他大大方方的給他就好 那不是 所以我常常講說 其實政府有很多制度的設計 都非常的僵化 而且老實講真的 有很多的規範 有很多的規範 其實都不切實際 老實講真的 我覺得我常常在講一件事 我說美國 德國這種國家為什麼會搶 是他們的這個社會裡面的精英 在這個國家建立的過程當中 把這個制度都怎麼樣 設計好 各位有到美國去 各位會覺得 美國的人民的素質比台灣好 會不會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 各位去看美國看看 他們那個街道有時候很髒亂耶 要看區域 其實美國的平均的國民的素質 我覺得沒有比台灣好 我真的覺得沒有 但是我覺得日本跟德國 就比我們好很多 各位去日本看看 人家都是很整齊齁 然後那個民眾的素質 你看就知道非常守規矩 我覺得這個日本跟怎麼樣 跟德國這種國家 可是美國會搶 老實講是因為他們的國家的精英 把這個制度設計得很好 他們覺得該管的要管 不該管的放手 台灣不是 不管該不該管他都要管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在這個大學裡面教書 我很怕台灣的競爭力會一直往下走 各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高等教育出了很大的問題 我們的高等教育老實講真的 像共產主義 我們的高等教育是共產主義 現在中國大陸 反而是走資本主義的教育 為什麼 各位去看一下台灣的教育 不管你教什麼 不管你教得好不好 不管你的研究做得好不好 薪水幾乎都一樣 薪水都一樣 完全沒有任何的怎麼樣 差異 如果大家的薪水都一樣 我問你 你怎麼去追求最大利益 你的投入就會減少 你的 所以 老實講真的 台灣有很多的教授 根本就不務正業 為什麼 還有很多外務 包括我今天來就是外務 不過我還是講專業的 各位聽懂意思沒有 在其他國家裡面 他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好 他就做這個事情就好 可是他的待遇是什麼 是很高的 我們台灣的大學教授的薪水 現在連大陸都不如 跟香港跟新加坡的薪水是一樣的 數字一樣 但是匹別不一樣 各位差這麼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最近這幾年來 我們的大學裡面的教授 很多被大陸 被新加坡 被香港挖走 挖走 老實講真的 我們的制度留不住好人才 因為努力做研究人他是懲罰 對他講是懲罰 你看 你知道為什麼這樣 因為教育部一直要管 一直要管 你看最近的論文發表 為什麼 制度造成的 因為他說如果教授你要升等 就是用什麼文章來評比 所以教授只有在增加paper的數量 他只追求paper的數量 所以我就拼命掛名 拼命的掛名 我的圖子圖身很多 每個人做文章我就去掛名 掛到那個人是誰我可能都不認識 其實那騙人的啦 怎麼可能這樣 但是他可能都沒做什麼就掛名上去 這個歪風其實已經存在了長久 都是因為你要這樣管 所造成的 政府有很多的這種法令 其實是根本就不應該存在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就 大概跟各位有個概念 一個有為的政府 該管的時候要管 不該管的要讓自由經濟去發展 自由經濟去發展 所以說在美國的學校 你一個好老師研究做的好的 你教書教的好的 他會一直換學校 一直換到什麼 換到一些比較好的學校去 他心裡就不斷的增加不斷的增加 所以他的努力 是跟他的所得是怎麼樣 是可以搭配的 所以他們的學術發展就會不斷的在進步 我們不是一直在往下走 教育是百年數人 這個沒做好 影響就是一個世代 我們的政府老實講真的 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所以我真的很害怕 我們的下一代 真的競爭能力會越來越弱 因為我們高等教育實在是不怎麼樣 老實講真的 你覺得我們現在的國民教育 你看看 亂的一塌糊塗 各位覺得教改以後 我們越改越好 是越來越糟糕 我們本來是要減低他的升學壓力 你覺得壓力有減少嗎 不但學生沒有減少 現在連家長都一起焦慮了 這是什麼教改啊 真的是 唉真的我真的是 嘆喜 政府這一群人不曉得在幹什麼 真的不曉得在幹什麼 老實講這個我們真的蠻失望 百年大忌 改成這個樣子 實在是很難想像 真的很難想像 那我現在就跟各位談 這個目標上面根據我的了解 我們政府在推動內部控制的時候 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記得在民國98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當系主任 那政府呢忽然間就覺得說 我們那個內部控制沒有做好 我們要開始推動 所以各位去看一下政府的網站 行政院主計處有一個 你去看它有一個內部控制的專欄 就是在推動內部控制 那當時98年在推動內部控制的時候 他就到我們學校去辦研討會 找了審計部 找了行政院主計處 那找了我們學校的公共事務學院 那因為內部控制跟會計有關係 他也找我去做一些 這個討論 其實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我就潑他們冷水 為什麼我潑他們冷水 因為整個政府在推動內部控制的時候 他把這個內部控制交給誰 當時的行政院長就是吳敦義 他把這個工作交給行政院的主計處 主計處是所有主計系統裡面最高層 行政院下面是最高層 然後下面就是各個部會 然後下面各個局處這樣子 他是重點 那我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我一看主辦單位是行政院主計處 其實我就知道這個內部控制不會成功 為什麼我這樣講 其實等一下你會發現 內部控制在推動的時候 是誰的責任 是這個組織的最高層 應該是誰就是行政院長 可是因為行政院長 他沒有對內部控制不了解 他的認知裡面 內部控制就是誰的責任 主計 所以他就把這個推動的 推動者 就交給行政院主計處 其實我一開始就跟 在那個研討會上面 我就跟行政院主計的人 跟審計部講說 你們現在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什麼錯誤 就是這個 因為內部控制的主要的目標 不是只有主計喔 還有效率效果 還有法律遵循的問題 可是主計單位管不到效率效果 管不到法律遵循 如果你今天叫的單位是誰呢 叫的是主計處 來推動 我說誰才會離主計處 誰才會去管 會離你這個行政院主計處 只有主計系統 主計系統在政府裡面算是 比較獨立的知道嗎 一條邊知道嗎 他不是各個單位可以指派的喔 他是從上面指派下一條邊的 跟警察系統很類似 那我就說 你們這個制度推動 將來會推動不了 為什麼 其他部位他不會理你的 各位聽懂我意思沒有 我在講的時候 那個主計人員在後面 因為很多是我的學生 拍手啊 老師講得好啊 為什麼 覺得 這個推動的工作 不是他們的工作 可是行政院硬要他們做 他們也很無奈指導應接 因為他覺得他們將來 沒有辦法去管到其他的部分 我馬上講 他馬上說好啊 講得好 那我就 其實我那時候都斷定這個內部 政府的推動是不會成功的 好最近這幾年來 已經民國98年到現在幾年了 19 103年 大概也推動了5年6年 對不對 我最近還有好多機會 跟這個政府的單位有接觸 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內部控制推動的怎麼樣 啊 不要再說啊 啊不然要插勞 你看到沒有 都可以預期到的 不會成功 所以政府現在目前推動內部控制 其實一開始 他就走錯方向 那這是什麼問題呢 等一下我跟各位講 就叫做控制環境 沒有做好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講 什麼叫控制環境 政府在目標設定的時候 就發出 發生問題 老實講真的 跟政府接洽 真的有時候會氣死人 知道嗎 為什麼 我常常在講一件事 比如說 我前一陣子 為了蓋自己的房子 我也知道蓋自己的房子 然後申請什麼執照 申請什麼什麼憑證 我老實講 我每次為了申請一個文件 我都要跑兩次以上 當初跟我去申請的時候 他都不跟我講好耶 然後等一下又缺這個 等一下要缺那個 然後告訴我說你要去哪裡申請 去的時候根本就不在了 已經搬地方 他也不知道 也不告訴我嗎 還到處去問 那有時候去是承辦人不在 常常不在 那個鄉公所什麼 常常承辦人不在 我是新北市的 效率是差 真的快氣炸了 後來我才知道說 這些承辦人在哪裡 在樓上上瑜伽 為什麼 因為我太太後來也參加那個瑜伽課 才发现承办员上午在上面上瑜伽课 那你有总要有职务代理人啊 他也没有 不在就不在 就让你一块再跑一趟 奇怪啊 这个会不会太离谱了 上班时间做其他事情 老实讲真的 撬班了一大堆了 政府都没有在管 这不是会计能够管得到的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学校在去年要推动什么呢 要推动电子打卡 就是上下班不是要打卡吗 而是用电子式的 各位觉得推得动推不动 全校的行政员群取反抗 问题是 上下班打卡不是很正常吗 为什么推动不了 常常迟到早退 刷完卡又就溜班 很常见 你就很难想象说 一般的组织的管理 竟然在公家系统里面 他推不动 推不动 你就可以知道政府的问题 好多好多 老实讲真的 这个目标 一开始就有问题 所以说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内部控制整个的推动 一定要是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阶层 你不能假手他人 为什么 因为将来内部会在推动的时候 他要各部门要互相的怎么样 要协调 你这个单位 我交给这个单位去推动 将来他在横向协调的时候 旁边想说 你刚好位阶港幻的啊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你听懂这意思没有 内部控制一定会调整职务 为什么 以前你该做的你没做 我就要你多做 他会觉得说那你增加我的工作 那为什么要做 你又问我瓶子我为什么要做 结果光组织里面就会起冲突 然后你没有一个人来协调 老实讲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说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 内部控制整个的设计推动 一定是这个组织的什么 最高领导阶层 一定要记得这个样子 然后呢 要告诉大家 内部控制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 内部控制的旗子 像各位在 私人企业做事 在任何组织做事情 你的组织是不是就会给你一个章 印章有没有 印章就告诉你 当你工作做完的时候 你盖章以示负责 这个就是控制点 一个控制点一个控制点 这就是控制点 各位听懂这意思没有 所以内部控制做的好不好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但是制度的设计 建立是高层的责任 执行面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这样了解吗 各位不要再认为说 那是只有会计人员管的事情 我们不管 错 我们政府就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 搞错了 所以他不会成功 好 各位 讲到这里呢 我们要跟各位再继续谈 好的内部控制 一定要具备五个要素 哪个要素 我先跟各位在讲之前 还是跟各位谈一下 一个组织有内部控制 是不是代表 这个组织就不会发生一些错误 或是不会发生一些舞弊 或是经营一定有效率呢 不尽然 为什么 内部控制 它有它先天性的限制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成本效率的考虑 内部控制的执行设计 设计执行 要不要成本 要 你会不会去设计一个制度 内部控制 让刚才那个目标完全不会出错 非常有效率 有效果 要舞弊不会发生 可是你可能回过来检讨之后发现 这样的制度 花太多太多了 什么样 成本 可能成本超过它的效率 这样的制度就是不好的 各位听懂吗 所以说 内部控制 不会追求百分之百的 有效 不会 为什么 可能会超过它的 带来的效益 可能会超过它的成本 所以这是一个成本效率的考虑 好 即使你要 你说好 我一定要怎么样 做到 还有人的问题 因为内部控制 最后还是人在做 对不对 好 当然 设计的时候设计不良 你一开始在设计整个制度的时候 就设计不良 所以各位 设计者很重要 我常常觉得说 我们政府 一开始整个的政府结构 就是设计不良 五权 好像真的 等我们长大以后 就发现 这根本就是一个 胡说八道的 什么 的一个理论 什么叫五权分立 对不对 三权就好 而且有些权者 现在目前划分 划分得不清楚 像我们的立法院 自己把那个法律修改 其实不应该这样子 它好像创造一个新法一样 应该是由谁来 行政大会 起草又由他们来审查 现在不是 立法院自己 弄一个不同的法案 我们被这个 我们的商业会计法 老实讲真的 各位可能不了解会计 商业会计法是 会计里面的最高法律 它一乱 下面整个都乱掉 我们现在这个 商业会计法 又要是一个乱源 又要是一个乱源 整个那个 整个制度的设计 真的是很糟糕 再来 内部控制 各位一定要记得 因为管理阶层 它设计的 它执行的 它在监控的 老实讲真的 管理阶层想要逾越内部控制 谁也挡不了 所以说 你看我们那个 企业界发生的舞弊 你会发现 很多严重的都是谁在做 都是管理阶层 你说管理阶层 为什么 内部控制对它没有效果 它逾越过去 你下面有时候也不敢讲话 你逾越过去 老实讲真的 台湾 我不要讲哪些案件 台湾有发现多少的舞弊案件 我举台北市就好 那个双子新大厦 各位不会觉得很离谱吗 我跟你讲 它绝对有鬼 那个绝对有鬼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找了一个 没有财源的 的一个集团来盖 跟你讲一定有鬼 而且这冲场 愉悦的成绩会怎么样 是很高的 以前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拉法业吗 拉法业的舞弊案件吗 对不对 老实讲真的 那种案件 绝对是非常非常高层 而且涉及的不是只有台湾 连中共 连法国都有 我当时就跟 我那时候就预期 这种案子破不了 绝对破不了 阿扁说要破 有破吗 即使动摇国本也要查 不可能 那是属于这种 乙金峰为这也丢了命啊 查得到吗 查不到 那都是非常高层愉悦的 你看那个佣金上百亿美金 对不对 那个愉悦 还有串通 我们内部控制里面将来 各位可以看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 我们不希望一个交易 从头到尾 只有一个人就包办 我们会把它切成几个阶段 让不同的人来怎么样 来执行 这个我们称为叫职能分工 我们最常 我想各位民间常常会讲一句话 啊管钱的不管账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我只要管钱管财产 我就不可以管这个账 为什么这个账是用来核对这个资产 对不对 如果你管钱又管账 我钱拿走我就把它记录 我付掉了嘛 你就没有 你就无从监督起啊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这是我们时常讲的这种概念 管钱的不可以管账 所以总务不可以兼会计 出纳不可以兼会计 管财产的管那个实体 比如财产目录 管这个实体财产 他就不能管账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什么 职能分工 老实讲真的 但是人会怎么样 会串通 所以一个企业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会计部门跟那个出纳部门 那个职员有什么 日久申请结婚 工事要紧张 为什么 他就希望有一个人怎么样 离职或是什么 调到其他部门去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变成夫妻的话 枕头边讲一下就好 事情就好解决啊 对不对 就很容易串通 所以串通也是人为的问题 老实讲真的啦 台湾过去 各位都知道 政府的内部控制 其实它是层层在做的 各位知道公文 什么叫公文 就是一个流程 知道吗 上面盖满的章 是不是这样 每一个人在盖章的过程上 就在监督前面做的人 有没有按照法会在做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盖了那么多张舞弊照样发生呢 那是什么问题 串通 所以政府的舞弊案件 只要是大的 那个抓下来 抓上来一定是什么 它绝对是霸掌 它绝对不是只有一颗 老实讲真的 像林医师的案子 我常常喜欢做预测 知道吗 林医师的案子 我当时发生的时候 我就跟我学生讲一句话 我刚好在上这个课 我说林医师会没事 我说林医师到最后会没事 或轻判 你看 现在看起来发展的趋势 就是这样子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种案子 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就能做到的 所以这个案子会慢慢慢慢被 大家忘记就没事 因为 那个抓下去 可能会抓到很多大头 串通 还有 内部控制由人来做 由人来做 可是人在做判断的时候 会因为他的专业能力不足 会因为他 他怎么样 情绪上的反应 比如说他对公司不满 或是他疏忽了 比如说生病疏忽了 这个内部控制就会失效 我开一个玩笑给各位听 我以前在市政企业做过的事 那公司叫我计算技术报酬金给日本 他提供技术给我 给这个厂商 这家公司在做 然后呢 这个技术报酬金 算完以后我就汇走了 然后半年以后呢 日本的公司打电报来说 你们公司怎么没有把技术 按照合约的方式寄给我们呢 我们一查这个账本 半年前就汇走了 大概五百多万 那时候民国七十年左右 七十二年五百多万很大哦 公司就说会啦 是不是有人把钱汙走了 就很紧张开始找 各位知道 钱是给啦 放到银行里面去 请银行买汇票汇走嘛 对不对 结果那汇票在哪里 各位知道吗 各位很难想象 我们的出纳 把买坏汇票当作凭证 钉在传票上面把它打动 没有寄给对方哦 因为汇票是英文的 它英文不好 反正就把它钉上 这没有寄给人家 而且汇票一旦打动 是就作废 然后那个船票哦 从那个做船票的人到主管 要检视要盖章嘛 对不对 从没有一个人发现哦 结果那样发现就放在船票后面当凭证 然后没有寄给对方 老实讲真的 这个公司所有的快捷的数值是不够的 包括他的主管是不够的 各位知道吗 就是这个问题啊 人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一个组织 这个位置需要什么专业的人 如果他很注意 找一个人进来 我要先筛选 好好筛选 他有没有具备这种专业能力 然后职前训练 上线之前 还要职前训练 还要再在职教育 然后还要考核 看将来谁可以往上升 储备干部 他有一套的制度 老实讲真的 这家公司的内部控制应该就会比较好 就会比较好 各位讲到这里 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些政务官 怎么样 他在做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有没有具备相关的能力 你会发现 我们那个用人根本没有章法 知道吗 我们那个出事情我才知道说 这个 我们的蒋伟林是学土木工程 然后我们看他管大陆事务的 他从来没有大陆事务的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只看到一个什么 他跟马英九很好 然后他就可以当什么什么什么 好像是万能的 这个做不好就换位置 你看他专业背景其实都不够 其实这也是台湾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这些政务官 做决策的人都是仇佣 包括中华电信中钢 这些人都是仇佣喔 只要有国营设断的时候仇佣 你帮助我选举 到时候我就给你一个位置 可是这个人是不是的这个位置呢 他不管 那因为我的位置是我给的嘛 所以上面这些人要你做什么 你就只好配合 所以中钢 你看 有这么多的肥缺 对不对 连炉渣 都可以卖钱他不要 他就给你好处 给你好处 拿来做利益的交换 所以各位老实讲真的 台湾有时候你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他想不到 因为他专业能力不够 如果把你把它仔细看 你就会发现到 人 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再来呢 内部控制 会随着时间 人员 规模等等因素 他会失效 内部控制像什么呢 就像人的衣服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套衣服 谁来穿都适合 不可能 我要帮他量身定做 可是当一个人 他长胖了 长变瘦了 原来的衣服可能不太适合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 啊靠 不舒服 或是不好看 可是内部控制 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不知不觉 通常是出了事情以后 才会怎么样 才会发现 那政府呢 有很多的法规 很多的一些规定 其实都没有与时在俱进 所以以前不错的内部控制 到后来他会开始什么 乱掉 会做得不好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很大一个原因是这样子 我们有很多的法规 其实都是几年前 几十年前的老的东西 他都没有在修改 所以呢内部控制 我们通常会要求有一个组织 有一个单位 他不断的在检视内部控制 是不是需要修改 一般来讲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内部集合 他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内部控制 是不是应该要修改了 有哪些做得不好 我们要去检讨 所以各位都知道 大型的公司 他会有一个职能 叫做内部集合 各位没知道吗 像我知道 这个这次的南港轮胎的舞弊案件 内部集合他早就知道了 他早就知道了 他有发现 所以他 只是说以前他动不了那个协理 那他就 找机会 不断的在 后来董事长换的 他觉得有机会 开始动手 你看那个 这几年来 你看他 他刚回馈 什么15亿 光摆在家里的现金就3亿 各位有没有看过3亿的现金 没有 他就摆在那个家里 真的是 有时候你看这个有钱人 不要 因为那个钱污染的 摆进去 摆到银行里面 就会怕会被追踪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真的是 很可怕 好 我来讲这个比较重要 我们是要休息 这次应该不用休息 还是要休息 不用了 好 你会讲说好的内部控制 需要哪一些的要素呢 很简单 第一个 控制环境 什么叫控制环境 请各位看一下 他主要是在指管理切成 是不是对内部控制 有正确的认知 你看到没有 你有没有正确认知 你的 你是不是很重视他 认知对不对 你重不重视 那你有没有以身作则 然后想要去建立 一个组织的文化 就是说 这个组织是重视诚信 重视内部控制的文化 各位 你一定觉得说 啊 这是口号 老实讲真的 以前我们在学生念这个 这个都是口号 老实讲真的 这么多年来 我们在实务上工作 在教书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觉得成败 这是一个关键 一个组织注重什么 管理阶层注重什么 下面人就会看风向球 他注重什么 他会注重什么 我上次在讲一件事情 这个小年轻人 这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 他的品性 他的道德观 谁的影响因素最大 就是这个家庭 他从小跟父母在一起 父母注重什么 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这个小孩子就深受影响 大概就底定 各位听懂这意思没有 他大概就底定 一个企业一样 领导者 他注重什么 他就会营造这个组织的氛围文化 老实讲真的 讲到这里 我又不得不抱怨 你觉得我们台湾最新情的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就对大陆来讲好了 会不会让步的太离谱了 各位不觉得会不会让步的太离谱了 打个球拿自己的国旗也不行 在我们自己的土地拿国旗不行 对不对 为什么变成这样 应该是马总统的关系吧 对不对 因为他的氛围就是 看起来他在执行他爸爸的遗愿 对不对 马赫林的遗愿 应该是在执行他的遗愿 可是他爸爸 他把我们当做什么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 而且交流的方式 我昨天在看那个三立 访问那个赖清德 我觉得赖清德讲得非常好 我很少去听他仔细在讲什么 我只知道他是五星级的施政 我昨天听他讲话说 这条条 这个条例很分明耶 他就讲了一件事 我觉得他讲得太好了 他说台湾现在的两岸交流 好处是少数人得到 不是全部的人 他说真的交流是要什么 要大家都得利嘛 这才是对的啊 他说现在交流是少数人 我觉得讲得太好 为什么 都是那个蔡衍明啊 那个连战啊 吴伯雄啊 江炳坤 其他江炳坤有什么资格讲话 这些有什么资格讲话 在大陆做那么大的生意 大陆给他特许的行业去做啊 他凭什么代表台湾来讲话呢 我们会被他卖掉就会 对不对 所以说他说太阳化这一次我觉得 他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 让对方看清楚 这一代年轻人 这么多人他是不认同的呢 不认同 这两岸交流方式他是不认同的 他会有疑虑 的确是这样的 你把他指引起来 就是少数人只有少数人得利 老实讲真的啦 一个好政府是什么 大家的生活过得很好 就是一个好政府嘛 不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 领导人一开始就有问题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 我有时候真的在盛世 我说 不管啊 你是主张台独的还是统一的 你先不用管这个 我们在 跟在对方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其实做法要很类似 如果大家都有心说 我要为台湾这个民众 对台湾的福利 其实做法应该很类似 对不对 即使我要跟你统一 我也要争取未来的统一的 最大的怎么样 利益啊 我整个都送给你 他就吃病你了嘛 各位听懂这意思没有 我觉得应该还是说 我要有一个手段 争取到未来 万一要谈判统一的时候 我要争取到最大的福利 对不对 要怎么懂得拒绝嘛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可是我们就好像说 我都送给你就好了 老实讲真的 以后你真的没有空间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已经把底线都讲清楚 还谈判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 很难想像 我们这个政治人物 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好 各位喔 这是很重要 那各位一定要记得 你看我特别讲 控制环境只要不好 应该内部控制就不会好 它是所有内部控制的要素的最基础 就有点像什么 我们说这个年轻人的家庭教育不好 大概他就不会好到哪里去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老实讲这是真的 我到现在都非常非常相信 一个领导人真的很重要 好 所以各位下一次 我们在选 所谓选弦育能的时候 各位要记得一件事 选那种 价值观跟你比较接近 好 还有 那你会说 你这个讲这个太抽象 什么叫这个组织的文化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领导者的操守跟道德观 他到底有没有 怎么去传达这个价值观 然后沟通 你这个领导人他很注重这个品德 诚信 他不只知道 他要把这个观念要传达给所有的 组织的成员 对不对 他怎么传达 他有没有落实呢 还是嘴巴说说 我觉得马英九就是这个 光会讲 我们要怎么样 党产要怎么样 他做到了没 他很清廉 你觉得现在比以前更清廉吗 嘴巴 他就是没有落实 老实讲真的 我到目前为止都觉得 我们的民主政治都还没上轨道 我觉得没有上轨道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什么 党产 我就跟我的学生讲说 我现在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我在选举的时候 我就要让他党产要消失 因为党产不消失 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没有办法上轨道的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选谁都没有用 因为最有权利的是谁 国民党的党主席 你看这一次你就知道了 他们的党籍立委 我是要陈出你 我下次不提名 不给你经费 你就没责 不管你民意怎么反应 你就听我的党主席的话 你看多明显 所以台湾 现在目前喔 权力最大的不是总统 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要争取提名要提的谁 党的认同 你才有钱 他才会支援给你 所以各位喔 马云九说要清藏城 根本就没做到 老实讲真的 我现在目的只有这样 赶快换一个在野党 然后把他党才给清掉 我说台湾永远不会上轨道 各位永远聚得这句话 台湾的民主政治啊 民主国家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子的 说党还有党产 然后呢你不听话还有党 是党纪处分的 哪有这回事 那你把名义当什么呢 他是我们选出来的 他听我们的话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各位要记得 将来选举 让在野党上去 然后把他 党产把他清掉 这些人将来就要用证件来 欺贏选票 而不是要看上面 党主席的脸色 好 好 第二个 专业能力的承诺 我在做内部控制 我在执行的时候 我需要每一个人 当内部控制的 那个 我们说控制点 对不对 这个人他在这个位置里面 他就需要什么呀 他专业能力 什么叫做对专业的承诺 我们讲说你重不重视专业嘛 对不对 我在用人的时候 这个位置需要什么人 我一定要确保 这个人有这个专业能力 我才把他摆在这个位置 我刚才就讲过 政府现在不是 他分账了 你帮我抬交 我就找你 那也没关系 那你总要找一个 他试了他专场的位置 把他摆进去嘛 对不对 他不是 他就你做这做这个 到一边做一边学 你一边做一边学的时候 那就失控了 对不对 其实仇佣不见得是坏 但是问题是你要把 要放对人嘛 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啊 以前 中华电信 那个董事长叫什么 各位记得吗 阿扁实在摆了一个人 赫承旦 老实讲真的 我要给他拍拍手 赫承旦 他把中华电信 有国营体质的企业 把他当私人企业在经营 内部人在反弹 他照做不悟 其实我觉得那是对的 站在一个企业组织的观点上 他做法是对的 可是这种冲击 对内部人不好 他就反对 可是我觉得 赫承旦 虽然他也是仇佣的 但是他做得很好 老实讲真的 所以我常常觉得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都出了问题 还有 自己单位的参与 这受查者 就用审计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自己单位的参与 一个组织 他需要监督的力量 他在这个组织里面的参与程度如何 比如说一个公司的董事会 有没有真的在运作 我们有一些独立董事 有一些什么什么委员会 他真的在监督公司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真的在做 我们政府的监督单位 有没有在做 你看看我们现在 我们那审计部 老实讲真的 你觉得他有什么用 都是你总统指派的 都行政单位在指派的 这个人我满意我才丢上去 他能够讲什么话 他能够讲什么话 有一次监察院找我去演讲 那个时候就是阿扁时代 他们把那个 不过监察院都没有 都后来都 国民党不让他通过嘛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阿扁是故意的 就告诉你 没有监察委员 我照做不误 整个运作都OK 监察院我进去看的时候 哇 停了一百 摩托车 我说这是什么车子 怎么这么壮观啊 这车子都没有人开 他说监察委员的车子 我在想那 没有影响吗 他说没有啦 没有啦 我们那一部组织在照做不误 老实讲真的 我们的监察委员什么用 我觉得他反而在整肃异己 我们这几年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监察委员 很离谱的他都没有乘处啊 他反而是乘处那个什么 柯B这种的 然后把他惹火了 跳出来选市长 我真的就觉得是这样子啊 真的是觉得 你没有办法说服人家嘛 对不对 你看那个 那个基隆市长 那个什么 张通融 后来也没事啊 对不对 然后那个小到那个小不垃圾的事情 拿出来惩戒人家 你这样怎么服众呢 对不对 你看 他的经营理念 跟他的风格 影响到整个组织 还有他的这个权责划分 各位注意看喔 一个组织权责没有划分清楚 我们常常有一句话 是这样讲 一个和尚怎么样 挑水喝 两个和尚就调什么 台水喝 三个和尚就没水喝 老实讲真的 不是人多就好做的事 一定要什么 要把权责分得很清楚 而且谁该负什么责任 都要非常的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权责的划分 我刚才不是一开始就跟各位讲了 台湾政府的结构里面 权责不清楚 是很很普遍 总统有权没责 行政院有责没权 出事情的时候行政院长下台 总统呢 躲在后面 没事 是 对不对 你看阿扁的时代 你看多矛盾 他当了总统 可是立法院大多是谁 国民党 你做什么决策 做什么决策 他都不配合嘛 对不对 然后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问你谁要负责任 啊总统总统 可是你没有发现 谁在扯他后脚 国民党 所以我说台湾是什么 台湾不能走总统制 我真的要责内阁 你多数党 你就 那个党魁就当总统 你就不要再推责任喔 你看马英九 现在能够把责任推掉吗 他推不掉了 国会也是他 你总统也是你啊 有时候跟那些 有些老师在开会的时候 我跟台湾有些老师开会的时候 我说 如果那个 他找你去当行政院长 你要不要 他说我才不干 去当炮灰啊 老实讲真的 如果他找我当行政院长 我也不会去 我对不起喔 他一定不会找啦 只是说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这样 在体制里面去做 为什么 我发现到最后你都会牺牲掉 我不会那么笨 有人讲说啊 这个学者治国 这很不好老实讲真的 我觉得这个 污蔑的学者 老实讲真的喔 书读越多 你是不是觉得他品性越好 其实我们在学术圈里面常看到 有一些所谓的学者 在我们看来 其实专业能力没有到很好 知道吗 老实讲真的是这样 很多我们说 很多我们说啊 那个很大牌的教授 照我们看来 他专业能力不太够 那都是民生 那都是民生 为什么 因为台湾整个的学术发展 有点畸形 他不像美国 他们那个发表就是很公开的 你有能力就串上去 你一发表人家不会质疑你 台湾不是 我的位置越来越高的时候 很多人就要我名字挂上去 他就好发表 因为他可以护航啊 对不对 你说邱文达 一年五百五十几篇 挂名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变成院长 他变成校长的时候 很多人就希望他护航 这我们常常称为是学法 各个领域都有喔 各个领域都有喔 这是个非常非常畸形的学术环境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人讲说 学者治国 拜托不要再学者治国 我觉得这在诬蔑学者 我觉得不是 因为不是每个学者真的是学者 而且各位都知道 学者有时候他只懂 他专精的一部分 他没有 可能没有全面的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所以老实讲真的喔 任何人都有这个问题了 这是他的性格 他能不能很 open的去授权 我觉得那比较重要 所以有时候 看到这个 这几年的执政 好像都学者悟果 对不对 好吧 再来 人力资源的政策 就刚才讲过了 内部控制人很重要 你这个组织里面 有没有很好的 人力资源的政策 来筛选 来升迁 来训练你的人员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像各位 现在目前 应该在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是在做这件事情 要培养我们将来的人才 你就要一套 政策出来 要好好的 培养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人力资源政策 各位 你只要去看这几点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组织里面 到底高层 它重不重视 所谓的内部控制 或它重视什么 有的公司 你去看 跟老板一谈 老实讲真的 你跟老板一谈就知道 他什么 他会为了 打到目的不择手段 真的是这样 那这种人 他大概就不会注重制度 注重内部控制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外面 也当过很多 上市上位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去之前 都要跟老板先谈一谈 其实 各位 老实讲真的 你跟对方大概谈一谈 他的理念是什么 大概就知道 当然有时候他会伪装 会被骗 但是你只要相处一段时间 人性躲不了的 人性躲不了 好 好 第二个 各位不要忘记了 我今天目标定出来了 那我内部控制环境也很好 我很注重 可是各位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一定要有风险评估的流程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常常跟学生 举一个例子 比较个人来看 比如说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都教高年级的 比如说四年级 研究生 博士生 常常大学生 到了大四的时候 常常会问我 老师 我将来要做什么 各位 在我看来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你都要毕业了 而且已经大学生了 你将来要做什么 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不知道 对一个大学生来讲 他毕业要干嘛 不外就是升学 对不对 继续考研究所 要不要就是什么 就业 那就业呢 你要做什么 对不对 你可以去考工职 可以去找会计师 可以到一般的私人企业去 你自己都没有概念哦 好 你问我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说我怎么知道呢 目标是你要定的 对不对 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你的个性 可能喜欢稳定的生活 对不对 我不求赚大钱 老实讲真的 我们现在的个性就是 要去公家机关 老实讲这个不好 你会发现 我们政府单位的公务人员 就这种特色 所以以前有一个老 我们那个长辈 会计界的长辈 他讲了一句话 就有点道理 他说台湾的公务人员 通常是什么人去考 只追求稳定 他可能没有创意 可能没有冒险的精神的人 他会去考什么 公家机关 就这些人在帮我们定制度 所以他说 我们这个社会 有点像三流的人才 帮一流的人才定政策跟制度 老实讲真的 不无道理 新加坡为什么会抢 新加坡的公务员是怎么样 他希望一流的人才到公务机关来 所以我给你很高的薪水 但是你千万不可以什么样 贪污 我觉得这才是对的 我们以前的公务人员薪水是比较低的嘛 现在当然不低啦 以前是比较低的喔 所以一般来讲就吸引那种什么 刚才讲的 比较没创意的 比较没有 就是说不是最优秀的人才 进去的公务体系 真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的制度设计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好 有时候喔 我们常常 跟公务机关要去沟通老实讲真的 我前两三年 各位可能都不太到会计 会计那个要分流 要分流 那当初我帮那个 会计师工会做一个计划 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就找我去一些去谈 后来你就发现喔 跟公务人员在沟通的时候 老实讲真的 他们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 那他们在专业知识不足的情况底下 他要帮我们设计未来的走向 老实讲真的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不好 真的是如此 那这个就是常常讲的 这个也没办法 好我在讲什么 各位知道 这个什么叫风险评估 因为你要把目标定出来以后 你马上 我们对一个主要想就要问到了 就要问一个问题 什么的状况 会造成我没有办法达到我的目标 各位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流程 你就不晓得我将来要怎么因应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就跟我学生讲说 你的目标是什么 他说我要考会计师 我好像对会计师有兴趣 我说好 你对会计者那是你的目标 对不对 你马上就要问 我考会计师 我什么情况底下 会造成我考不上 你马上要想到这个 对不对 那我问你啊 那我问你啊 要考会计要考什么科目 你准备了吗 马上一颗一颗就跑出来了 哎呀 那个东西我没修过 那个我没有读过 那时间又不够 我太偷懒了 每天都上网上到半夜 早上都爬不起来 好 这些都会造成我怎么样 我都没办法 考上会计师的风险嘛 对不对 好 那你怎么办 你开始要检讨 我要把这些风险 慢慢的把它排除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你目标不同 造成没有办法 达到目标的风险 不会一样哦 你的因应措施 就不会一样 所以说一个组织 很重要的 要想到未来 你会遭到困难 要视线就防止 视线就因应 所以呢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组织 怎么去辨识 怎么样去评估 怎么样去因应 可能会造成内部控制 无法达到目标的风险 好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各位在座的 我们这个组织 目标能不明确 很明确 中央或讲就知道 目标很明确 问题是 目标能不能达到 又另外一回事哦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们在达到 这个目标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风险 我相信很多 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好 我们是不是在推动的时候 要让目标达成 我们要没有一些 风险的控管 我们有什么风险 我们要事先想好 那我们怎么去防止 因应 一个企业的经营 要不要有这种制度 当然要啊 我跟各位一个 传达一个重要 一个企业的成败 一个组织的成败 你在执行之前 在做决策 在做管理的时候 风险就达到七成 决策错掉 基本上就有70%的几率是什么 是错的哦 是会失败哦 决策对了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才有30%的风险 执行会失败 老实讲真的 好的人才 好的产品 一定会成功吗 不一定 策略做不好 仍然会失败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我那天举一个例子 给各位听 因为在座都算长辈了 各位 我们以前那个 陆放影机 还记得吗 以前有两种格式 有一个大袋子 一个小袋子 还记得吗 大袋子叫什么 叫VHS 小袋子叫什么 叫Beta 谁比较好 品质哦 其实各位应该知道 应该是Beta Beta是Sony的 VHS是Toshiba Sony比较好 可是你知道 最后两个产品 在竞争的时候 谁失败了 你到后来发现 没有人在买Beta 都是什么 VHS 为什么 我觉得他策略做错了 因为 他觉得他的品质比较好 所以他卖得很贵 他的目标就是 我要卖给欧美的家庭 他们有消费能力 卖给他们 Toshiba说 我卖给一般家庭 每个地方 每个人都买得起 好 没有错啊 有钱人买得起 你的Beta 可是到最后 买的人多爱少 一少 少没有关系哦 就像冰市车买的人少啊 他也大赚钱啊 对不对 问题是 我买 机器是要买 看机器还是看那个影带 我要看的是录影带嘛 有影片可以看 对不对 结果后来那个片商 就发现到 Beta机器怎么样 很少 对不对 VHS呢 VHS就很多 所以呢 我制造带子的时候 就制造什么 大量的VHS 所以我看片子怎么样 可以挑的种类就很多 而且又便宜 结果你买Beta呢 可能这个片子没有 那个袋子 等到这个又很贵 好 到最后你要买哪一种机器 连有钱人都回过头来买什么 VHS Beta从此就被淘汰掉 各位 你真的觉得 好产品真的会 就留下来吗 不一定 好的人才也一样哦 哎呀 这个人才好的 怎么会被淘汰掉呢 策略错掉 所以各位 风险评估的流程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要防范于未来 好 要有这种概念哦 还有 资讯系统跟沟通 什么意思 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 一定要把组织的运作 还有它的管理 还有它的追踪 考核东西 要把它汇整 为什么 我们才知道说 我们现在的运作 到底做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需要改善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组织里面 运作所有的消息 我们要非常迅速的怎么样 加以收集 传达给每个组织的成员 而且确保哪些成员 可以拿到他该拿的资讯 你才知道组织的运作状态啊 这个组织系统到底如何 你要把它建立起来 对不对 你知道那个 中共不是很怕一个 在打压一个法轮功吗 你知道法轮功的动员有多厉害啊 运作发布 积极几十万人耶 所以他很害怕啊 对不对 他就说他是一个什么邪教 其实他人家只是运动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吗 他组织动员能力 但是讯息传播的很厉害 他们那个资讯传播的很好 这就是一个组织啊 他的资讯系统跟沟通很重要 那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讲 因为这涉及到很多 比如说使用电脑啦 怎么样去收集资讯 那每个组织的形态都不同 像一个企业啊 他的会计资讯怎么去收集 是我们会计比较关心的 但是对一个组织来讲 不止只有会计的资讯啊 他有很多很多相关的 所以这个资讯的体系 怎么建立 怎么去沟通的 你要想清楚 不要有一些 该传达的讯息 该收集的资讯没有收集到 那这样的话 这组织的运作就会出问题 因为毕竟组织的运作 需要有一些参考资料嘛 对不对 他要怎么做怎么做 比如说我推动一个产品出来了 他到底赚多少钱 我才知道这个产品我要继续再推下去啊 我的产品组要怎么去组织 这个东西呢 都要靠我们的资讯系统来告诉他 第四个我们叫控制作业 控制作业呢 有一点类似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管理阶层 它的指令 我下这个指令下去以后呢 它能够被确实的被执行的 这些作业的流程 好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一个组织的运作这么庞大 那每一个发生的一些事项或一些交易 我们这个组织怎么来确保 这个事项的发生 或是交易的发生 能够按照我们这个组织的方式来执行 我举个最简单的 比较具体的 比如说 当一个客户 来跟我买东西的时候 好 我们常常说是销货跟收款循环 好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 人家来下订单 来跟我买东西的这个交易 能够很确实的把它 执行而且没有错误 而且把它加以记录 好 比如说 我今天有一个客人 他跟我下了订单 可能用电话 可能用email 可能用传真的 你马上 很多工具就把它转换成什么 我按照把这个订单 转换成我们叫销货单 而且销货单上面 你会发现他要求用序号 每个销货单要有序号 就像统一发票一样 各位知道吗 统一发票上面不是有序号吗 各位不要小看这个喔 为什么要有序号 各位觉得小小的东西喔 他都有他的目的喔 支票上面有没有序号 有喔 各位一定要记得一旦有 事先序号单据 你如果写错作废的 可不可以把它撕掉 我跟各位讲 不可以 不可以喔 所以统一发票 你说我开错了 我可以把它撕掉揉掉 不可以 因为他用序号来控制什么 他要达到的目的 我今天按照序号来填 就代表这个交易 我在记录的时候 我会按照那个序号来记录 一旦我漏掉 我马上就可以发现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做废的东西 你要留在原来的怎么样 那个本子上面 来证明说这张我是没有用掉的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 人家来跟你下订单 你就出货吗 为什么 我们很怕钱收不回来 所以我们通常公司 会有一个部门叫做什么 叫征信部门 叫信用部门 他之前可能都调查好了 对不对 那我给他比如说5000万的额度 在这5000万里面 我就出货给他 然后5000万里面 他之前可能2000万 已经还没有还钱 所以额度只剩下3000万 我们要有一个人去审核说 哇这有没有在信用额度 合格范围里面 我们就确保这个公司呢 怕他钱还不了啊 是不是这样 做这样的控制 一步一步的在做控制 那就是什么东西 控制作业 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很多公司现在呢 打卡 而且呢 他现在用那个卡片 电子卡片 我问各位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 你用签名的 就怎么样 带签 是不是这样子 甚至于呢 你没有准时收走 他就迟到他来照签 他一直摆在那里嘛 你随时都是可以去签啊 是不是 后来用打卡 还记得吗 打卡中对不对 打卡可以带打啊 是不是这样子 那后来用什么 电子 每个人出门的时候 都要先刷卡才能进门 对不对 那你要给人家 那个都不太可能 因为他一刷卡他就录影 所以你知道 这个都是什么 内部控制的控制作业 好 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这个叫控制作业 一般来讲 我们在讲控制作业的 这个时候 我要讲快一点 我们要问授权 我跟各位讲 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就是 他的授权不当 谁可以执行这个 这个交易 谁要这个授权 那一般来讲 这个授权要非常非常清楚 因为将来要就责 我们叫什么 叫责任 叫责任会计 在一个组织里面 谁该付什么责任 谁该付什么样的义务 要非常非常清楚 因为将来你要惩罚 要奖励 才不会造成正义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非常 权责要非常清楚 还有啊 绩效考核 他有没有做好 你要有一个考核制度 该奖励的要奖励 该惩罚的要惩罚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叫绩效考核 各位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一个任何制度都一样 没有绩效考核 能够落实的几率就怎么样 不高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像台北市新北市 骑机车不戴安全帽 各位骑看看 你只要在街上碰到警察 大概就会被抓 有没有发现 对不对 可是你到中南部的乡下去 有没有带 很多人没带 警察 过来他也不care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 法律是全 全台湾是不是统一的 可是为什么 状况就不同 就插在一个执行 没有人去考核这个规定 有没有人做 是不是 各位还记得吗 前年那个陈塘山 不是在绿岛去玩吗 陈塘山那些台南市长 结果他摔车还记得吗 然后电上出来 哇鼻青脸肿的 人家问他说 你没有戴安全帽 他说对啊 我没有戴安全帽 你为什么不戴 做不良示范 他说 没人戴啊 我戴好奇怪 在绿岛摔跤那一次啊 各位合议一下 你就会知道 其实一个制度 光有规定 没有在执行他 有没有执行 没有意义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各位有没有来自中小企业 很多 中小企业有没有按照商业会计法 来做会计处理 我跟各位讲 99%以上的中小企业 没有按照商业会计法处理 那你说怎么会都没有遵守呢 我跟各位讲 商业师 经济部商业师 号称他主管中小企业 130万家 可是从来没有跟中小企业说 你的报表要跟我申报 你不遵守他也不知道哦 然后他就说 你们都是我管的 我问你 他平常有没有在管 没有在管 我就跟他们那个 经济部商业师讲说 你们这样管不对啦 人家尽管会 说上次上次他管的 人家每季 每半年每年报表 都要跟他申报耶 然后他会找人去看 如果他异常现在他会 查你的公司 进来查你的公司 人家这个才叫管嘛 叫监理嘛 你们都说你管的 结果都放牛吃草 你们这个不对 那我说好 你既然管不了 或是你根本不用管 你就不要说你管的 你就定一个法规说 这是我管的 各位为什么 各位不要忘记了 将来企业有纠纷的时候 上了法院 我跟各位讲 你都可以主张 这个公司 没有按照商业会计法处理 那个有刑责知道吗 要坐牢的喔 我说你们这个是恶法 你知道吗 你上法院以后 很多企业 因为你那套会计原则 你那个会计处理 是不合时宜的 然后你又不监督他 到时候上法院 股东有纠纷的时候 上法院你就知道了 正义就不会站在正义的一方 你那个制度设计都有问题 你的监力也都不够 那个30号 那个中小企业处又找我去了 他说要听听我的想法怎么样 我真的要跟他们讲这个事 我说你们喔 真的 可是那个商业师 已经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啦 现在中小企业处 要我去看看怎么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讲真的 我觉得政府就是常做这个事 没有做绩效考会 资讯的处理 有没有很正确 我想这个大家讲 实体控制 什么叫实体控制 内部控制很重要 保护很多资产的嘛 对不对 比如说存货 财产的保护 你有没有相关的实体的保护措 比如说你有没有 倉庫有没有上所啊 你的现金有没有保险箱啊等等 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实体的控制 还有像什么 职能分工 你一个工作有没有把 不相关的 可以互相监督工作 交给不同人来做 你要做很好的职能分工 这叫什么 叫控制作业 好 一般来讲 大家都认为控制作业 就是内部控制 其实不是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好 但是很多人就是 啊这就是内部控制嘛 所以各位大家知道 你在一般企业里面 看到什么 领料作业 领料 仓储管理作业 然后人事制度 人事的什么什么管理制度 薪资系统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就是属于这个 好 所以说一个组织的运作 它的每个动作 可能都要事先的定规范 然后要有一些设计 来让它按照组织的目标 指令再执行 好 这就是控制作业 不好意思我要讲快一点 好 最后已经有几个要素 四个了 各位不要忘记了 任何 各位刚才有讲过 一个任何一个制度 都要有监督 一个制度呢 你不管前面的再好 可是久而久之 它就会怎么样 它可能改变了 你可能不知不觉 所以说我们这个 内部控制要包括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控制的监督 什么意思 你要随时随地的 或是定期的 怎么样 来评估内部控制的 这些 有没有效 前面那些世代要是有没有效 比如说老实讲真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内部控制环境 好很重要 内部控制 会不会因为领导人改变了 他就改变了 会啊 对不对 你就会看到 领导人换了 总经理换了 董事长换了 整个氛围都完全不一样 好 你就要知道了 我现在 可能这个董事长 他不太重视了 对不对 我就要有一个机制跟他讲 诶 董事长你要注重这个哦 对不对 那你这个 你不能忽略他 那要告诉你 对不对 好 你这个控制作业 诶 我们过去在监督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 或这个位置 常常出错 没有按照内部控制作业来做 那我就告诉你 诶 你这个位置没做好 对不对 我要是要成熟 还是要做在职教育怎么样 把它纠正 你如果都没有这个机制 你所有的规定都是怎么样 没有牙齿的老虎 根本没有用 政府有很多很多的规定 都属于这一种 各位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的食品安全重不重要 重要 老实讲真的 我们有很多跟大陆交流 大陆教授送给我们东西 只要是吃的 老实讲 我都把他丢掉 我真的把他丢掉 我不是污蔑他 你说那你送人啊 老实讲的我送不出去 嗯 别人也不敢吃 我有一次到五一三 他跟我买那个什么红菇 他叫红菇嘛 他说那个坐月子的人就是吃那个红菇 很贵哦 我记得好像他一斤叫五五百克嘛 好像是一千五百块人民币 我买回来 一泡水 红色的 很鲜艺的红色跑出来 我整个都把它倒掉 整个整包都把它丢掉 老实讲真的 食品安全很重要 我问各位 台湾出现过几次的食安问题 食品安全都有法规耶 对不对 他没有在执行嘛 出事情了 然后再来解决 然后解决的时候 又忘记了 然后又开始又 固态覆盟 你看我们出现几次了 毒牛奶 然后这个油 对不对 环保法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们的工业区哪一条溪是干净的啊 对不对 你的废水要经过处理才能够排啊 你看但是我们你看 我们那个很多西部的那个溪流 你看它污染多严重 它没有按照环保来做嘛 是不是这样子 都是监控的问题 好 各位 一个好的内部工智我再重复一下 一个好的内部工智 重要的重点是几个 五个 控制环境 主要在管理阶层 第二个 风险评估的流程 再来是什么 整个资讯系统跟整个沟通的系统 你有没有建立起来 第四个 控制作业 再来 控制监督 各位记得 一个良好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内部控制 这五个要素都要具备 这样了解吗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任何组织个人都可以使用 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政府在很多层面上都出钱了知道吗 都没有符合刚才那些要素 所以呢 各位 政府的问题有多大 老实讲就是我刚才讲的 对不起 我就不再重复了 先天非常不足 后天又失调 老实讲真的 如果今天我们要评估政府的内部控制 我只能讲 太多太多问题 你可以从刚才讲的那一系列 一个一个把它剪倒下来 它到处都有问题 好 所以说政府要谈内部控制 还很早 所以你知道我们看到政府很多的弊病 很多没有效率很效果的问题 老实讲真的 它的内部控制 太长 好不好 好 那我想这个下面我就不再跟各位讲了 那大概让各位有个概念就好 那这本来是 比较属于会计师跟会计的东西 那我想今天不晓得 跟各位这样讲不晓得各位能不能理解 好 好 我们今天就是 就时间到这里了 不过我想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各位不用担心考试啦 都是考很基本的 要去 那你放法规 蛤 那是法规的问题 法规要实际的 我有一个落差 老师你刚才有说法规到 那些实际的问题一直有落差 那这个人随意修改法规 向他 向他决定这个法规 老师讲真的 这个问题还蛮复杂的 因为其实老师讲真的 法规这种东西 它通常是一种角力 是一种政治的过程 什么叫政治的过程 老师讲真的 各位你看立法院的运作 法规在制定的过程中 真正影响到法规制定事实 各位觉得是什么 是背后那些经济利益团体的 斗争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我们的立法委员 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子 我们的立法委员 老师讲真的 是整个国家很大乱源之一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立法委员的选举方式 是小区域的 他只要把这个民众 这个区域的利益 把他写在一起 他就可以选得上 所以延金票为什么选得上 那些人看起来就 不是不是 很多那个立法委员 看起来就是 知道他是黑道 但他选得上 老师讲真的 民进党当初在 帐步的时候 阿扁这个做的是不对 立法委员选举要大区域 你不能够说我只要像当里长在选 你懂我意思吗 你如果说像现在我只要扶这一区 大家利益挂钩 我就可以 我争取更多的经费给这一区 那我就可以选得上立委 那他的 他的什么 他的政见就不会是全面性 你如果 这个是 很大的区域 他为了要信这个选票 他就要怎么样 比较 国家层级的意见 那我在立法的时候 你知道我怎么立法 为了这个团体 的利益在说话 对不对 你看罗书 罗书雷 是我们会计世界的利益团体的立委 知道吗 会计是有什么要求 就透过罗书雷 去争取 他在讲话的时候 他会站在民众的立场吗 他不会啊 我们财团为什么要养立委 各位觉得为什么 老实讲真的 各位就想到这个地方 台湾为什么会利益 为什么现在财富分配未来越不均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老实讲真的 现在的政府都跟财团 立法委员都挂钩了嘛 我们的税捐有多少是 是谁缴的知道吗 当然是老百姓 我们的七成到八成的税金 是领薪水阶级的 真正赚很多的钱的 他缴的钱还少数 你知道德国 其实德国很容易啊 你买土地 你买卖土地 买卖房屋 赚的钱七八成交给政府 你会不会去炒地皮啊 那财家真的要涨价归功啊 那财家真的要涨价归功啊 好 对不起因为时间 你们只有剩下五分钟的休息 所以我们谢谢我们的 李博士李教授 非常用心 非常感谢 谢谢您 这样的精佩的这样的